画面中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站在大楼外的窗边 就怕发生意外 消防人员赶紧在地面铺设消防救生器店在一旁待命 事发在嘉义市西区 10号早上6点多 一名红杏男子开车行经博爱路一段与长安接口时 突然行车不稳查状安全道 随即转入向内 而车祸地点就发生在派出所旁 人警见状立即上前追查 后座的男乘客竟突然跳车 逃到一旁大楼的五楼阳台 与警方在窗边对峙了好一回儿 车上乘客见警及突然跳车 逃至附近大楼五楼阳台 与警方对峙 后经警方劝说后下楼 经查证证问后 该乘客皇姓男子 细因妨碍秩序案 遭嘉义地点发布通气 警检过程吓坏附近民众 好在经警方的劝说下 安全的将这名23岁的皇姓男子通气犯 从阳台带下来 只不过他会如此大动作 也惊动警方 全案依法侦办 而驾驶金九册 九册值并未设公共危险 时已劝导